参考一下圆圆白板第七个单元 那首先的话 当然我们有四个指单元 第一个就是移动 目方法和排序 首先的话第一个 请各位一样开启 这个所谓我们问题零期的这个范例 那今天假如说 我原来的这个范例档案 如果是无序的 也就是你打开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我们先切到假翻好了 OK 假翻里面的话 里面它变成说 我希望把假翻翻到第一个 然后已翻放到第二个 意思类推 就是说我如果有一个 先切到假翻 然后假翻里面请各位 把我们云端白板上面 这边有一个清单跟email 清单跟email这两个栏位 请你把它复制 贴到哪里呢 先清单就好了 先清单好了 清单Ctrl-C Ctrl-C贴到I栏的地方 如果说我今天有一个清单 那我希望呢 请你帮我怎么样 这个清单刚才只有直好了 OK 然后清单里面呢 有这个顺序 也就是假翻放在第一个 乙翻放在第二个 丙翻放在第三个 意思类推 常常有那种需求 就是如果请你按照我那个顺序 我一个清单 那我要怎么样可以把那个假翻移到第一个 那它的程式语法特别注意 程式语法呢 非常的 应该跟前面有一个像什么呢 哪一个工作表 有没有 然后拿第几个嘛 点什么呢 点move就可以了 有点像我们前面有个点add add不是新增工作表的 另外大家有点copy 后面会讲到 还有一个点move move的话移动 那移动的话呢 移动到哪里 before 其实或者是after也可以吧 OK 比如说我希望 把假翻放在哪里呢 放在第一个位置 什么的第一个位置 应该是before 冒号等于 旭词哪一个呢 旭词一 OK 然后呢 以翻的话就放在第一 等于是放在第二个的后 在第二个的前面 before 然后第二个 所以如果今天呢 我想要怎么样 把这个规则呢 把它带进来的话 那我要怎么写呢 首先第一个 我可以怎么 写一个这个 那个这个程式 那这个程式的话呢 大概重点 不外乎就是什么 大概就是 比如先清单放过来 然后接下来开发人员 然后visualbank 接下来的话呢 请你在这个专案 这个上按右键 插入一个模组 那并且呢 把这个模组 把它这个 我先用这个sub先贴上 我们来看一下 建立一个所谓的移动工作表 后面从清单 那你可以从其他地方 也可以完成 那首先的话呢 当然呢 如果我现在 假如说 我先不要看后面 我把它 先注解掉 注解的话 可以按右键 这个编辑工具列 把这边注解掉 然后把这两行恢复一下 应该是这两行恢复 那其实原理原则是这样 如果你要把假搬 有没有 放在第一个位置的话 你就写了 shits 就是刮胡 假搬 有没有 den move before第一个 然后再来的话呢 就是乙搬 移动到第二个 再来是比搬 有没有 一直到哪一个呢 一直到最后一个是嗨搬 有没有 所以这个放第一个 这个放第二个 这个放第三个 可是问题你会发现 所以将来如果你程式 不太会写的话 那你可以先什么 先写个大概 然后呢 再去思考说 这些资料有没有办法 跑个回圈 然后去取得这个资料 有没有 你会发现 后面这个值一定就是什么 1到13 那前面这个值呢 它如果不是1到13的话 那你也可以把它变成 类似像1到13的 这样的方式 那怎么叙述啊 首先第一个 我们可以怎么 可以哦 写一个 这两行 也许把它注解掉 把它注解掉 然后呢 我们底下就可以写一个 for回圈 那当然你可以怎么写呢 你可以写for I等于1到13 你也可以写 2到14 都没关系 不过如果你是用1到13的话 特别注意哦 你将来你要取得这个词的话 可能你要怎么样 你就是要 如果1到13 你就是要把I加1 OK哦 比如说我要取得的资料是什么 取得的资料 是 取得第一个 什么资料呢 取得 这个 你可以先把这一个 先把它C 其实就是 主要是这一行 但是里面这个地方就是会变成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就是一个X X是什么呢 去抓取那个清单 可是问题那个清单在哪里 哦 那个清单在假班这个工作表里面的I栏底下的第二列到第14列里面 所以我要抓这个的话呢 那我就知道了 诶 这个X的值 等于什么呢 等于序齿假班里面的 诶 第几栏呢 特别说 第几列呢 第二列 所以这边的话呢 因为我这个地方 I是从2到14嘛 所以刚好2 刚好就抓到 有没有 2就指的是第二列 哪一栏呢 第I栏 然后就抓到假班了 那就把X假班放到这边来 点Move before后面的话呢 诶 目不应该第一次应该是发1嘛 有没有 第一个位置 所以呢 我这边的话我可以直接加一个I 可是问题哦 如果加一个I 它的初始值是2 嗯 不对啊 那便移到第二个 第二个的位置 那如果我要移到第一个的话呢 那我可以把I 减掉1不就好 OK 应该可以懂我那意思吧 那如果呢 我把它减掉1之后的话呢 诶 这样的话其实陈诗就写完了 那如果把它执行的话 理论上 他假班就会先移到第一个位置 以班就会移到第二个位置 因此类推 那如果说 就有同学问说 老师那我可不可以这样 我的习惯 我还是习惯这个for I 等于1到14 我不习惯用1到13 那我可不可以改1到13呢 可不可以 当然也可以啊 只是说你要特别注意啊 你如果改1到13的话 那这个时候的话 这个I的值就从1开始 可是我要的列是第二列 所以你必须把I加1一下 有没有 加1之后它1 那加1变2 就是第二列了 那后面的话呢 这边就不用减1了 差别在这里 结果不会一样 结果一样 OK 所以这边注意哦 有机会有同学问说 老师可不可以这样写 那当然可以啦 看个人 那我们做完之后按F8好了 我把它怎么样 油标放里面 按F8 那我就怎么样 1 我先抓到X 那X里面是不是假班 是假班 有没有 就抓到这个 因为它是I加1 I加1就2 解释是I2这个图专歌 那里面就假班 然后呢 就把这个X的值 假班放过来 目符 意思是说呢 这个工作表名称叫假班 帮我移到哪里 移到I 就是第一个工作表的前面 你会发现 假班就移过来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它已经目符了 把假班移过来 那再来的话下一个 F8 然后再来 我现在抓到X里面应该什么 它就应该是以班了 所以以班的帮我移到哪里呢 以班移到第二个的前面 那一是移到第二个 有时候有什么 以班就移过来 所以其他都一样 所以我就其他就让它转一下好了 全部就让它执行一次 全部都帮我移动好了 应该放到这边来 然后呢 全部就把它跑完之后的话 就按照假 比丙丁到亥班 全部执行 OK 有没有发现 假移丙丁 应到亥 没问题 可是最后如果贴心一点的话吧 你可以再把它移到假班 那移到假班的话 我们就可以什么 训此假班点 什么类的 就把它最后呢 再移到 移到那个假班的位置就可以了 OK 油标再放上去 那这个时候清单又可以看得到 那应该可以理解吧 只是说呢 如果 我希望做个变化题 什么变化题 我希望 把假班放在最右边 变成刚好 假移丙丁 就是假移丙丁 就是反方向 OK 逆着放 不是正向放 现在是假班放在最左边 对不对 如果现在假班放在最右边 乙班放在第二个 这样怎么做 最快 你会发现 城市里面只要改一个地方就好 其实好很简单 如果我现在把它 木乎怎么样呢 木乎一直到木 这边如果把i的词 把它改多少 改成1的话 你会发现 如果我把它改成1的话 意思是说 假班先放在第一个的前面 那再来就乙班 乙班再放到第一个的前面 丙班再放到第一个的前面 那你会发现它有点像一直跌到 一直跌一直跌 然后假班就会被一直挪 一直挪到右边去 所以如果我特别说 我城市我什么地方都没改 我其实只要改个这个1 我把它执行给各位看 有没有发现 这个排序顺序哦 有没有 就会完全不一样 有没有 假班在哪里 就放在这边了 嗨班呢 就放这边了 那只有一个地方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这个地方 把序子i改成序子1就可以了 应该可以懂意思吧 一直跌一直跌过去 不这样写的位置 可以啊 你可以 老师我可不可以用 啊 啊 啊 可以啊 一直移动到最后一 刚才最后一个的话 可不可以 你用 到最后一个 它也可以一直丢过去 道理是一样 有点像一直跌过去 OK 可以理解这意思吧 所以特别注意哦 在那个什么 在VBA里面 这个讯存物件 后面这个方法 最常用的 我们之前讲过用add 后面加一个name 对 add 那个第二个 目符移动 就可以排序 第三个 等一下会讲copy copy的话就复制 你可以复制到 左边还是复制到 啊一样哦 都会有before跟after 意思就是反正工作表嘛 我们如果要做某个动作的话 一定要告诉他说 我做完这个动作要放哪里 不然的话呢 他会不知道说 你到底要怎么做 所以前面有一个add 那现在又多一个move 后面会有个copy copy的话是什么意思 就复制 也就是我今天要大量复制 我要把甲班乙班 所有每一个班 都在复制一个一模一样的 那你也可以跟他讲 我把他点copy copy他会问你说 你要copy到哪边哦 是左边还右边 OK 可不可以 大量复制 可以哦 所以如果你以后呢 有那种需求 就是说 我希望 我全部的工作表 一下子 因为我要做处理 我怕到时候处理错了 我忘了那个备份的话 那时候那就完蛋了 OK 所以你也可以用点copy 可是特别注意哦 点copy有个特别的地方哦 如果点copy哦 假设把木这个地方 改成点copy哦 后面呢 如果什么都没加的话 那他会怎么办 特别注意哦 很妙哦 如果你后面有指定 说是左边还右边 他就会帮你复制一个 到左边还右边 但是如果你没有指定的话呢 对 他就会另外新增一个什么 一个空的一个工作部哦 OK 所以后面都没有 意思说 你就另外再帮我增加一个 一些的档案 所以待会我们如果要把 这13个班级 分割成13个档案的话 那我们会用到copy 可是问题copy的话 不是放在左边 不是放在右边 所以后面不要放东西 他就是帮我新增 可是新增一个之后 你要做什么 你就必须把它存档 所以还会用到一个指定 叫Save as Save as 你要跟他讲说 要Save as 到哪一个地方去 哪个路径 最后的话就把它close close之后的话 那那就存OK 所以其实这三个动作 copy 然后就Save as 然后就close 就完成了 只是说我们有13个档 那边你要跑个回圈 在这个回圈里面 执行刚刚的动作 就完成了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啦 所以其实有些动作 并不复杂 只是说要跑个回圈 我来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所以我刚刚写的程式云端上也有 尽量啦 其实我发现同学 最容易很头痛的地方是回圈 所以我一直在用班一直强调说 你再怎么样 你回圈一定要写 写到一个熟悉的程度 否则如果你回圈 搞不清楚的话 哇那你要写 写一些相对复杂的程式 我看你就很头痛 但回圈很熟的话啦 我觉得你怎么写 你怎么写好像都脱离不了回圈的范畴 尤其是for回圈 你这里面最多就用for回圈 但是我们今天课程不是只用for回圈 因为会用到所谓的档案 比如说把它分割出去之后 如果我又要想要把它合并回来的话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有的时候不知道说资料夹里面 到底有多少个档案数量 如果不知道那你就不能用for回圈 因为for回圈是要已经知道数量的情况下 那如果不知道的话 你可能就要用file回圈 dofile回圈了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把刚刚如何移动这部分先完成 待会的话呢 我们就再来看如何把它做分割 ok